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现在日本鰻鱼的数量却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在台湾今年鰻苗也无预警的崩盘 捕捞量只剩下一成 六尾鰻苗的价格直逼一公克黄金 鰻鱼是不是真的有消失的危机呢 提关点今天就带您一起来探讨 好 我们先来看鱼类是人类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但是现在全球仰赖鱼业为生的人口数 也多达两到三亿人 不过随着人类无止境的捕捞 现在联合国已经发出了警讯 说全球有90%的鱼群都已经达到 甚至超过了永续捕捞的上限 也因此全球目前有19个国家都制作了海鲜指南 要让大家知道 有哪些鱼类是符合永续概念的 那么有哪些应该要进行保护 不要再选用了 那么台湾版的海鲜指南 又列出了哪些项目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包括了湿木鱼 秋刀鱼 九孔等等 属于建议食用 而鸿巡 鲁鱼等等 因为有生存压力 那么建议大家要想清楚再吃 至于乌贼 花枝 黑尾 还有鰻鱼等等 就因为过度捕捞或者是成长缓慢 已经被猎物避免食用的范围了 您是不是会觉得有点压抑呢 因为在台湾一桌菜 如果要称得上翡操 那么总是少不了海鲜呢 被列入这个所谓避免食用的花枝 套Q 还有卵丝等等 又应该要怎么样来分辨 我们先来一起看看 三杯六里端上桌 鱿鱼 透抽 花枝和卵丝 煮好后看起来怎么长得都好像 还一直先来看 不只煮熟的鱿鱼 透抽 卵丝跟花枝 难分辨 那好像是特丁还是什么 华文市场上随机问 我跟你讲 有些人说叫做中卷 有些人说叫做特丁 这一摊鱼饭只卖透抽 对于卵族类海鲜 老板娘似乎也没那么熟悉 跑了好几家 终于找到通通有卖的海鲜摊 逐一摆出来 鱿鱼 中卷 卵丝跟花枝 大小形状到颜色 其实都有差 你看我把它翻过来之后 也不一样啊 中卷跟卵丝乍看相似 但细看还是有些不同 透抽比较长 它有菱形 然后它颜色会有点亮亮 其实最新鲜就是要看这个皮 有没有 卵丝是椭圆形的 对椭圆形的 跟花枝很像 卵丝再跟右边的花枝对比 也不太一样 要看肚子 有一个有肚子吗 对 再请餐厅切块后料理 切开来装盘 这下如果非专业的 真的不好辨识 透开来的鱿鱼颜色偏红 而中卷也就是透抽 料理前通常会先切成 中空圆形状 至于卵丝跟花枝 就得从厚薄跟口感来辨别 这个会软实了 这个火枝的肉比较厚 软实也比较薄 软实的肉肉比较红一点 对 火枝的比较薄 价格也有不同 透抽一斤 从200多到300多都有 卵丝则因为量少 价格也稍微比透抽高一点 每台斤平均约300多元 爆香后下锅快炒 加入九层塔 做出三杯料理 但这四种软族类海鲜 要是切块之后 每摆一起 要分开来辨识 就得自己多花点薪资了 来到国粮农组织的统计 那么全球对水产品的依赖 逐年的攀升 在1990年代的时候 每人每年吃掉14.4公斤 不过您看到了 到2015年的时候 已经突破了20公斤 而台湾人潮爱吃海鲜的 每人每年可以吃掉34公斤 高于平均值的一倍多 很多人都会以为 台湾四面环海 当然有很多的海鲜可以吃 但其实过去十年来 我们吃的海鲜 有高达七成是靠进口的 主要原因是 近海的资源已经精进枯竭了 如今市面上标榜 还有本地水产等等 都要特别注意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尤其吃货文化 把从南到北海里头能吃的 都放进嘴巴里头 从黑鲑鱼锁管到螃蟹 这个资源是逐渐的枯竭 以推了十多年的 基隆锁管计来说 观光渔船推出夜吊小管 但是游客近来却常常 兴冲冲的出海 空手而回 就连观光渔船的船长 压力都很大 至于宜兰南方澳 一向都有青鱼故乡的美称 不过现在不止南方澳 全台湾的捕获到的青鱼 都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为了避免过度捕捞 导致这个鱼来不及长大 所以越暑2013年开始 针对青鱼的六月生长期 实施禁鱼措施 预估明年还要再加码 把部分这个产卵期的时间 也要列为鲸鱼期了 腌制过的青鱼下锅油煎 做成一道薄盐青鱼 这是在宜兰南方澳海产店 常见的青鱼料理 用煎的它会有比较香 香香酥酥的味道 煎到表面金黄 吃来带点焦香 尤其在冬季 捕捞上岸的青鱼肉质最肥美 南方澳有青鱼的故乡支撑 而我们实际走一趟 鱼杠旁的鱼市场 青鱼果然很受到欢迎 南方澳顺产青鱼 在鱼市场许多摊位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它 现在在我手上 这个就是花腹青 可以看到它肚子上面 有一些灰色的斑点 它最常被拿来做成饵料 罐头或是咸鱼片 光是青鱼就占了 全台沿近海鱼货量的一半 可见它的重要性 而青鱼里头 在台湾数量占最多的 就是花腹青 有将近70% 再来是白腹青 大约占20% 最少的是真参 也就是日本竹甲鱼 大概占10% 白腹青一般它含油脂 是肉比较细脂 油脂量比较好 所以在价格上 它也高一点 花腹青是比较普遍的 对青鱼特性辽若执掌 它是青鱼姐的发起人廖大庆 在南方澳生活超过一甲子 观察在地变迁和产业盛衰 包括它熟悉的青鱼 在过去的年代 那个青鱼真是满坑满谷 到六七十年代以后 因为那个大井为王的进驻 还有那个科技的发达 所以捕鱼的那个 有一点显得有一点过鱼的现象 每年一到五月 是青鱼的产卵期 高峰落在二至三月 生长期则在六月过后 为了让青鱼来得及长大 从2013年开始 鱼业数在每年六月 实施进补青鱼措施 研究青鱼的海大教授 吕薛荣就发现 执行五年来 确实发现青鱼的体型 有变大的趋势 占数量最多的这个花腹禽 它的这个平均体长 大概增加了一到两公分 它的我们叫做最大体长 或者极限体长 也明显提升 虽然青鱼数量多 在台湾东北和西南海域 都能见到 对南方澳当地人来说 更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但进补措施 让能卖的青鱼减少了 多少影响渔民和餐厅生意 却也让青鱼的价值 跟着提升 赋予就是让青鱼 能够快速的长大 而且长大后 我们渔民补回来 价钱也会提升 这样对渔民也好 在地人想应赋予措施 让青鱼有了永续的机会 渔业数预计明年再加码实施 将部分产卵棋 列为禁鱼棋 海岛国家不怕煤鱼吃 怕的是不受控的过鱼现象 导致鱼量越来越少 要达到海洋资源的永续 政府单位和渔民 都得共同努力 在远古时代 人类只要随意地 拿起鱼叉 往拥挤鱼群的海里头 叉过去 就可以捕获到肥美的鲜鱼 然而随着人类的 渔业技术精益求精 海洋资源成长的速度 已经远远比不上 人类捕捉的速度了 很多的海洋生物 因此数量减少 尺寸变小 甚至被列为 濒临绝种的物种 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 有一种捕鱼的方式 叫做爆破捕鱼 又称之为炸鱼 因为整个过程当中 会把整片海域的生物 一并给炸死 所以全球几乎都禁止这种方法 但包括马来西亚 菲律宾 还有印尼等地 还是有不少的渔民 用这种方式在捕鱼 为了阻止生态浩劫 环保人士开始联手查气 非法炸鱼 水底突然传出一声 闷闷的爆炸声 附近的渔民习以为常 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被炸锅的海域 海底躺满了 大大小小鱼的尸体 不仅仅是鱼 连珊瑚都很难幸免鱼难 炸鱼又叫做爆破捕鱼 对生态系统造成了 严重的破坏 对马来西亚政府来说 这一笔一年 九千万美元的生意 不能放弃 但海底观光 靠的就是自然生态 所以在沙巴 炸鱼是非法行为 警方和环保人士抓得很紧 他们用科技的方式来抓炸鱼者 只要一侦测到动静 立刻就可以赶到现场歹人 目前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禁止炸鱼 但是在菲律宾印尼还有非洲的坦上尼亚等少数国家 却还在使用这种方式捕鱼 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贫穷 为了能捕到更多的鱼 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 这里是菲律宾 在这里炸鱼也是非法的 但他们才管不了这么多 渔民们土法炼钢 用玻璃瓶自制土制炸弹 他们不断重复这样的做法 他们不知道一个从船上面 扔下去的炸药瓶 可以杀死 9公尺到30公尺范围内的一切生物 这是超大的破坏力量 当地政府抓不胜抓 只能期待用教育 来慢慢改善他们的观念